都是地府惹的祸 不讲牛大宝 冠名 你猜 第24章 灵异事件 其实这范畴来找郭瘸子 心里就已经想的很清楚了 抓鬼这事 说来简单 但自己还针对以后的路 不敢想象 前两天还好 抓的都是野外的鬼 可如果以后都像下兵家似的 满屋的是鬼 可怎么办呢 那鬼要是闹起来还好 可要是不闹呢 要是那鬼心眼多 潜伏了一两年 这任务还完成不完成了 难道自己还能夜闯民宅 然后好端端的跟人家说 你们家有鬼 就像郭瘸子说的 那非得被揍个满脸桃花开不可了 搞不好还得被送进派出所去 所以 范畴现在必须给自己 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不仅能大摇大摆的抓鬼 还能创收创立 郭瘸子说的有道理 那些假和尚都开跑车 娄小妞 咱凭什么不行呢 范畴在外边转了一圈 才回了家 他买了新的餐具 并且严肃对刘备说 再摔坏一个 罚三天不许吃饭 这一天晚上 一人四鬼 按照惯例 过着宁静 而祥和的生活 豆娥这几天闲着无事 开始对范畴书架子上的几排书 产生了兴趣 正坐在那桌子前 翻着一本中国简史 看得巨精会神 偶尔抬头看看旁边 小马扎上的刘备 也在捧着范畴 新买回来的三国演绎 看得目不转睛 不时的沾沾自喜 黯然感慨 摇头懊恼 俯万叹息 种种的表情 在他的脸上不断的变换 豆娥开口说 刘夸书 你看那书 其实是后人演绎 跟你们的真实经历 恐怕有出入吧 不如也来看看这简史 或者了解一下 现代社会 对以后会有帮助的 刘备头都不抬的说 这你就不懂了吗 写证实者 从来不会说真实实话 后人反而看不到真实的东西 便说这些野史演绎 都是杜撰自编 但我觉得 这些书 才会比较真实的记录史诗 尽管有些天游家畜的地方 可起码不会按照 当权者的意愿记录历史 再说 这来就是小说演绎 赎真赎假又有什么分别呢 只要看着痛快淋漓 就行了 嘿嘿嘿 其实这书嘛 直斥曹操为贼 养我蜀汉为正 嘿嘿 好书啊 好书 吕布哼了一声 我怎么没觉得好 什么他妈烂书 把你写得跟个好人似的 他们几个在旁边扯皮 范畴夹着一支烟 老老实实的坐在电脑前发呆 他今天破例没出去抓鬼 杂志社那边这两天 催搞得很急 而他已经好几天没怎么交稿了 在抓鬼还没收益的时候 他必须还得指着这个养活自己和那几个老鬼 范畴靠到椅子里 听着他们聊天 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莫名的满足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烟 瞇起了眼睛 说实话 他还是喜欢这种田径自在的生活 至于抓鬼这活啊 真的挺操蛋的 平静了一下思绪 范畴正准备动手马字 忽然一直不怎么说话的泰山在耳边问道 这玩意是啥 香烟 看着泰山指着自己手里的中南海 范畴下意识的回头 泰山伸长了脖子 使劲抽动着鼻子 周围鸟鸟飘散的香烟 一会儿就被他吸了个干净 他陶醉的说着 好舒服 我喜欢这个 给我来一个 范畴一五兜 没几根了 你抽二手烟吧 什么是二手烟 吕布喊不识时误的指着电视说 没文化了吧 看电视啊 那里头说了 二手烟有害健康 那我不抽二手烟 给我来一个 泰山直勾勾的盯着 坐在旁边小马闸上的刘备 手却直接挫到了范畴鼻子底下 好好好 给你一只 范畴无奈的掏出一根烟 点着了地给了泰山 泰山还挺有心眼的 你给我点不着了 放地上 我吸就可以了 看着泰山跟吸鸦片似的 蹲在地上吸着那根烟 只一用力 那儿烟刷一下 从头燃到了底 眼瞅着就生一根烟灰了 泰山舒服无比的 啊了一声 回身颤抖 貌似一般 又把手伸向了范畴 再来一根 范畴悲催的 接受了这个事实 这泰山终于找到 他的兴趣爱好 在满地丢下了半盒烟头的残骸之后 吕布才算说了一句人话 说道 其实电视上说 吸烟多了也会有害健康 范畴热来盈眶 吕哥 你太够意思了 泰山停了下来 扭头问吕布 呃 那吸多少算合适啊 这个嘛 我也不知道 电视上没说 不过 吕布翻了翻眼睛 范畴双手 捧胸 眼睛眨也不眨的看着吕布 生怕他说出一天一条 吕布思索片刻的说着 你就按吃饭那么来 一天三顿 一顿一盒 也就差不多了 抽多了不好 范畴他妈死的心都有了 这他妈是吸烟呢 还是吃烟呢 一天三顿 一顿一盒 范畴恶狠狠的敲击着键盘 化悲痛为力量吧 把自己所有的遭遇 都变成了一个个的鬼故事 尽情在字中宣泄自己的情绪 他觉着吧 那一个个跳动的字符 仿佛一个个幽灵 在指尖飞舞中跳跃而出 张牙舞爪的 似乎又跑出了一般 这一刻 他思涛汹涌 酣畅淋漓 终于 范畴用力的啪的敲下了 最后一句问号 得意的哈哈大笑 忽然 电视机的音量一下子嘈杂起来 耳边还传来豆鹅的惊呼 呀 好可怕 嗯 什么电视节目能让豆鹅觉得可怕呢 范畴跑了过去 见豆鹅和吕布还有泰山都围在电视前 就连刘备也在不远处探着个脖子往那边瞅 却不敢过来 电视上播出的正是新闻 似乎是一段监控录像拍下的视频 不怎么清楚 只看到在蹊壤的大街上 一个模样怪异的人是到处乱跑 所过之处一片骚乱 人群四散奔逃 就跟见了鬼似的 这人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吧 还是艾滋病报复社会 反仇自言自语 直到没人回答他 刚巧电视里就传来了话外之音 今天下午 位于群立区 第五道街大街头 一辆殡仪拐的灵车突发事故 造成三人伤亡 更为离奇的是 灵车内运送的尸体竟然随后跳出车外 给现场带来了极大的骚乱之后 该尸体逃离现场 截止记者发稿前仍然去向不明 专家表示 此次事件因为典型的假死事故 请广大市民不要惊慌 忘了个糙 大白天的玩灵异事件 居然从灵车里复活了 狗屁 那人车祸死好几天了 还复活 这扯淡的专家是他妈个什么东西 还专家不是东西 吕哥你怎么知道他是车祸死的 大前天心里就有他 脑袋都压扁了 他要能复活 我也能复活 行 吕哥你的电视不白看 这哥们是够倒霉的 一礼拜上两回新闻 没一个好事 吕哥 你说他是怎么跑掉的呢 诈尸吗 吕布一摇头 不可能 诈尸起码要胸中流一口气 他哪来的气了 难道是 借尸还魂 这时候刘备一惊一炸的叫道 快看 还有家属发寻尸起誓 筹金八千块 范畴抬头盯着个电视 嘴角微微露出了一丝微笑 嘿嘿嘿 看没看见 业务上门了 好嘞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祸 第24章的故事 感谢大家的收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